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们继续在第二个小时 今天来聊一聊从埃及的这个政变 你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现象呢 从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脸书 它竟然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一个功效 那么竟然可以一个虚拟的一个网络世界 那么大家呢是不断的互传资讯 没有想到呢竟然成为一个串联 甚至是发动这个政变的一项重要的工具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教授 教授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这次也看到了 就是说不论斯宏之前的这个图尼西亚 再到这个埃及 那么这些原来只是一个人 或甚至是极少数的可能只是十几个人 那么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这个理念 就可以影响到上百万人去走上街头 这点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 对的确如此 其实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析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这个本身议题的一个显著性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因为埃及的一个革命去真民主 去推翻执政三十年的一个穆巴拉克 总统因为穆巴拉克来讲的话 三十年的一个腐败的一个执政 刚刚大家已经讲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样的一个领袖 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一个领袖 而且执政三十年 大家对他的一个反感与日俱争 加上这样的一个真民主的一个议题 它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正当性 而且有图尼西亚这样的一面镜子 可以反照在埃及的一个革命上面 所以从议题的一个显著性 或者是被指涉人 那个负面性是非常非常强的穆巴拉克的一个总统 所以在脸书上面 在网络上面 他当然能够集体一定程度的一个能量 比如说我也观察到他们相关的一些策略 他们大概有两个面向的一个策略 在脸书上面做一个集结的一个动作 第一个部分当然是正面去强调 这样的一种运动的一个合理化 不管是戈宁或者是戈宁的支持者 或者是戈宁所讲的一些话 被网友所作为一个引用 比如说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爱国 走上街上来的人才是英雄 这些相关的一些只字片语 它是非常简单清楚易懂明了 但是呢它是深入人心这样的一种论述 所以这样的一个语言配合这样的一个议题 配合这样的一个环境 要去打败所谓的恶魔 莫巴拉克来讲话 它是绝对有它的一种正面的一个能量 但我们也非常清楚脸书来讲话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我们刚刚说你可以po一句话 哥林他可以自己讲 网友也可以po哥林所讲的一句 一句相关的感人肺腑的一些话 分享啊转贴啊这样子 同时来讲话 他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一些照片给建入进去 我这边有直接带那个iPad出来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照片 网友他可以随意的去选举这些照片 比如说警察打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呢穆巴拉克总统 他可能那个趾高气扬的态度那些相关的一些照片 透过这样的一种像负面广告进行所谓负面攻击的一个部分 在脸书上面绝对都会引起网友一阵的点赞 或者是一阵的资源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议题有显著性 然后穆巴拉克又是他们急于想要推翻的一个政权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呢 当网路聚集人气越来越多的时候啊 这种点赞的一种能量 它的确可以化成走上街头去做一个小支持者 为这样的一个活动进行奋力 这样的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 台湾以前也有类似相关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白玫瑰运动 淘汰不自认的一个恐龙法官 伸斗小民全部都透过脸书上面来进行串联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就聚集了十万的一个人潮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些面向就可以看到 一个小小的一个脸书 它是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毕竟现今来讲的话 的确是一个网路的一个世代 所以在过年前的一个星期五 马英九总统他就刚开始po自己的一个脸书 他一波脸书现在我刚刚有看到 他大概的粉丝点赞的 大概已经有46万多人 已经超过了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也超过了英国很帅的首相 超过英国很帅的首相叫卡麦隆的 虽然跟乌巴马的1800万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距离 但是从马英九总统都经营脸书来看的话 这整个网路世界 你要去争取网友相关程度的一个认同 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个认同 或者是行动上的一个支持 脸书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角色 是 所以义鸿你看像那些其他的国家 现在是挫着一旦 那尤其像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叶门啦或阿尔及利亚啦 对不对 都在紧张啊 然后在进脸书啦 想说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啦 有人在示威跟你就没关系啦 可是这样你觉得进得了吗 我看进不了 因为这个网路时代 这个无所不在 网路无所不在 你越进的话 大家越好奇越好奇打听 反而传播越快 这是我们以前的经验嘛 因为你不进的话 假如大家各种不一样的意见 都呈现出来 把它很难取舍 所以说革命它有革命的土壤 因为它这个很明确嘛 穆巴拉克是独裁者 然后把推翻它 大家都很明确的 啪 大家举手起来就把它推翻 那推翻之后呢 谁来当总统 谁来领导埃及 埃及应该怎么走向 这个又意见又不一致 能不能废积那么大网路的 民众的力量 这又很难说了 那这些独裁的政府 他们现在的处境 跟穆巴拉克一样 任何一个独裁者 只剩三十几年 二十几年 A了那么多钱 那民众生活那么苦 那你议题就很单一 把它打倒是很单一的 那以台湾来讲 就算你台湾传播信息 传播出去 网路很多都假消息了 那你白玫瑰运动 打倒口中法官 就目标很明确的 但是怎么打倒 不是这个法官 要怎么淘汰 你意见就很分歧了 你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嘛 但是我们是法治国家 我们自己有一套民主机制 所以我就觉得 在网路时代的话 像这种很明确的 有革命土壤的 这些独裁者 当然抓的蛋 那其他的 我觉得像台湾来讲 台湾网路还不发达吗 我觉得很发达 意见还不多吗 而且同样一个议题 甚至不要说网路啦 电视台 对不对 你说三立的 跟我们讲会一样吗 三立同一个议题 他讲的讲他讲他的 他有一批支持者 我们讲的 我们有一批 支持我们的人 他没有办法 像他们一样 有那个土壤 对啊 发生效率 光是你们刚刚上一个小时 在讲郑鸿宜告明嘴的事情 我们两台讲的就很差别 对不对 他们现在是被告啦 对啊 因为像脸书上的议题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议议是要非常非常简单 清楚 易懂明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站出去听白玫瑰 我站出去要推翻穆巴拉克 当议题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正当性 而且很简单的话 民众就比较容易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网友就比较容易follow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至于这个力量显现出来 后续到底要如何处理 政权要如何处理 或者是淘汰不是任法官 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些 相关立法的一些动作 这个部分可能就不是网路上面 可以去做一个主导的一个力量 这我再补充一下 你看我们刚刚介绍几个国家 它都是网路或Twitter 或者说我们讲的Facebook 这些所造成影响 其中叙利亚也是蛮值得注意 他们在脸书上有一个 2011年叙利亚革命的网页 它短短一个礼拜 它就吸引了多少人 一万五千人 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戈寗啊 其实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哦 不然我们刚刚介绍 那个中东的那个刘德华 搞错人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原版在这里 这是戈寗啊 我们刚刚讲说 它20个小时就有13万人 可是光是这样的力量还是不够的 它最主要是被关了12天 出来以后它接受访问那个眼泪 你看它接受大众媒体 因为我们讲说毕竟网路上 它是一个巨重的一个民众 群众力量 但是它是在脸书上开第一枪 这晚报的一个记录 它是关了12天 出以后它再进行演说 再接受国际媒体的一个专访 又掉下眼泪 所以诸多因素夹杂在一起 我们就看到它 后来是百万人民上街头 甚至那个力量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讲说往往脸书扮演 比较更精确一点的角色 它是第一枪开第一枪 而且往往谁开第一枪的时候 是有时候刚刚主持人讲说要冒生命危险的 是啊 所以它的那个画龙点尖的意味在这里 对啊 按赞很简单啊 要冒生命危险的话 这太难了 纵合刚刚光琴姐跟刘教授讲了说 网 网路的一个聚集啊 就是脸书 它其实就像这一次那个歌宁 他就讲了一句话说 这场的那个埃及的革命就是从脸书开始 那脸书刚刚要补充说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号召大家来参加活动 像这一次埃及的革命 它是一月中旬的时候 就是在脸书上 歌宁他们在脸书上就是号召说1月25号 就是到埃及那个开罗那个广场去 就是站出来 就有点类似说人民站出来走上街头 那结果没想到1月25号当天就有2万多人 所以为什么后来歌宁会被 那个他们的秘密解答抓去 然后关了12天 主要就是埃及当局认为说 这个脸书还有刚刚那个东豪哥前面有提到说 歌宁这几个十几个那个年轻人 他们就是在后面散动群众去参与 我们其实看到脸书它有很大很强大的这个功能 包括我们之前台湾国内的选举 你要号召选民跟民众参加活动 或是通知媒体 脸书也是跟那个跟铺浪那些一样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以叫大家出来 所以这一次那个埃及能够成功扳倒 那个穆巴拉克之后 这个歌宁他就有讲说 如果一个社会想要获得自由 就给他网路吧 所以脸书跟推特 尤其是像这一次 包括在埃及和那个图尼西亚在内 像这个埃及 就是发挥的那个功能淋漓尽致 甚至我相信这次大家也是老师 也是新闻界有史以来 在这次因为埃及这次 它切断了网路嘛 网路的封锁它也很严重 那当时没有办法上脸书 也没有办法上推特 然后甚至刚刚前面有讲到 网路那个脸书跟推特就合作 变成开发这种语音 你只要打电话到推特去语音留言 那个Facebook跟那个推特 他就会帮你发出去 然后甚至那个记者在报导的时候 以前不是有那个网路电视 没有网路你怎么传输呢 几乎这次是新闻史上有史以来 我相信是第一次之后 用短短140字的那个推特发文 就是发文出去 很多去那边采访的 那个西方国家的那个各国的记者 在那边 还有包括半导电视台 本来半导电视台在中东 尤其像埃及这次革命 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讯息来源 也被那个切断的网路跟那个传输 那怎么办呢 就半导电视台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影片 放到YouTube 放到YouTube上面 结果美国 包括西方各国 欧美国人甚至全球 他还可以持续看着推特跟YouTube 然后去看说 关心一下埃及这场革命的 那个局势的发展 所以在这场网路世界有人形容说 所以这场为什么人家讲网路的那个 埃及的这个革命叫革命2.0 革命2.0 用的形容它是网路世界 叫网路革命 我能不能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除了这整个议题的一个正当性 或者是议题很简单 你能够轻易的 去了解这个议题之外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示威游行 如果持续了一段的一个时间 而且它的一个人数 越来越多的话 这绝对有利于 脸书的网友走上街头 去做一个支持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呢 当你时间越长的话 你里面越有越多可歌可泣 动人感动的一些故事 对比如说歌宁他的一个眼泪 他除了在YouTube上面 都有一些画面之外 那网友也可以去转送 那个脸书的那些粉丝 也可以去转送 或转贴这样的一个 分享的一个功能嘛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种 感动的一种画面 当这个感动的画面 越能够深入人心之后 加上广场的人潮越来越多之后 这个革命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 我相信号召网友走上街头 走上广场支持这样的一种动能 就更强了 好休息回经文告 马上回来